赵莎记者 《óst Ferrní露努力》 师父 最近我在教学上面遇到很多 精神上有点状态的孩子 就是他们从小就被断定为过动 或者是有一些精神状态就是吃药的孩子 會跟我討論一些他們應該怎麼去面對自己的問題 我不能加上不要去吃藥 因為家長好像沒有辦法就是在也沒有接受的狀況下 我有適時的去表達一些就是 可能讓他們先認識自己的這個部分 我自己力道還不夠我會把那個話題先結束 就不再去談 可是最近越來越多這樣的孩子出現在我面前 是不是我生命中的一個女人 就是他們來學表演 可是都有這個症狀 是我自己遭感來的 會覺得有點怕怕的 提交師傅這個是不是我自己意念出去以後造成的經驗 那肯定不是我的意念造成你這樣子 那你知道這個答案之後 有時候生命的問題本來就是自現經 然後呢 我講完了 以你們的問題不是就這樣回答 那我回答完了 你覺得你得到這個答案有意義了嗎 你這個問題點是什麼呢 你自己也知道啊 學那麼久也知道這個理論啊 你要再來跟我確認一下 要我再講也是對 那這樣的回答 跟你這樣要一個這樣的答案 對你的人生這樣的一個課題有什麼意義 因為我的概念是這樣 所以我不知道 所以有時候我會很仔細把你們的問題聽完 本來我是不想聽 因為我大概知道要講什麼 可是我還是得把它聽完 因為 我不仔細把它聽完 讓你們仔細講完 我再回答你沒有理到 你懂意思嗎 因為打斷了嘛 那比如說我剛剛這樣回答你 你不會揪一下嗎 你為什麼會這樣問問題 問的問題 會不會剛剛為什麼都一直不打斷呢 因為剛剛假設本來要打斷 應該會問說 請問你現在是疑問句 驚嘆號還是句號 你是在跟我表達 你最近遇到一些事情 要表達這個心情 這樣而已 你要表達心情 我們下午茶喝一喝 就這樣了 對不對 哦這樣哦 大家來 跟你悲哀一起悲哀一下 跟你一起無奈一下 下一個課題這樣 還是你是驚嘆號 我們跟你 哎唷這樣喔 有這樣的事喔 然後也 那問號 那問號就是要請教人 問號你要問什麼 還是你都喊我的 依照在互動的時間流裡面 再去決定我要導向 驚嘆號 巨號還是問號 那如果這樣 你的問號絕對不太知道 你自己在問什麼 絕對不會知道 對不對 所以我剛才這樣子 喔 反問你 啊 這是不是我自己的念頭糟糕 那依你所學 你會覺得 會得到一個答案叫做 當然不是啊 對不對 對不對 這都是 我們同餐幫你招趕來的 會有這種答案嗎 那如果不會 你期待有什麼答案 那如果你本來就知道這個答案了 為什麼你要問這樣子的答案 問這樣的問題 對不對 因為這個問題答案是可設定的 懂意思嗎 預設好的 啊 你說說啊 也沒有啊 我也沒想那麼多啊 那就問什麼算的 對不對 你得從這個點開始 理解你自己啊 而不是啊怎樣怎樣啊 要不然這個課題可以講很多啊 可是你的問題是這樣 我沒辦法講很多啊 對啊 我覺得我應該講很多 可是我好像不能講很多 不能跟你講很多 你懂嗎 因為你的問題的那個意向 我覺得有問題 所以我講再多 都是白費 要不然可以很多講 懂意思嗎 懂嗎 因為你的問法不是要解決問題 那你明白了 你的問法 我回答了 你明白了 你解決問題了嗎 那都不是那 你問這樣的摩羅夾港 懂嗎 你這個叫做做學問 你這個不叫修行 修行 我常講修行的修行模式嘛 做學問就是 我想什麼大家問一下 啊這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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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記記記記 好說假設 你有做心理學教授 你有做心靈學導師 你有做哲學 什麼什麼等等 講師 好說如果你有這個機緣 你可以把這些集結下來 變成一種善客的素材 那也不錯 可是如果你都沒有 為什麼要用做學術的概念 去對待你的修行 懂意思嗎 所以說 假設你們 好跟這些小朋友說 要了解自己 他能了解自己嗎 你們認為你們都沒問題 精神善客方面都沒問題 你們還吃得遠 比人家吃的米還多 那你了解自己嗎 你們自己都不了解自己 那你怎麼會這麼的輕浮的 就叫一個人你要了解你自己 那你認為這是解決問題 幫他解決問題的對待嗎 還是你應該跟他說很抱歉 我也不知道怎麼解決你這些問題 我是有所學 而我學的是怎樣 我也老實告訴你 你看 你們不是 敷衍了事 給人家一個答案 你要做自己 你要了解自己 你要怎樣這樣 這是清楚的人 才會這樣講 假設我跟你說 你要了解自己 結果下車 學生會說 我不了解 請問老師我怎麼了解自己 我可以繼續講下去 可是你的幸運是 你的學生不會訪問你 因為你們都活在寒虎的概念裡面 所以你們都可以做人 這麼不負責任的 就躺在桌上 你要了解自己 好 第二個是 我不能叫他不要吃藥 你不能勉強叫他不要吃藥 可是你為什麼不能分享 你所知道藥理的世界 跟非藥理的世界 對不對 我並沒有叫你 我只是告訴你 你問我 我告訴你 有這樣有那樣 你們吃藥的世界 好像至今 解決不了 可是我們有沒吃藥的世界 有解決的個案 我們這裡有解決的個案 郭凍爾啊 不啊 支币爾 郭凍爾都有啊 都沒有吃藥 對不對 但我不是否定藥物 而是你自己驗證了 你自己的個案 藥物都沒用 對不對 你問你的醫生 醫生也說 不可能給你根治 的前提 那我說 有另外一個領域 不是這樣的邏輯 對不對 那 我也不定位 它叫醫理 它指一個生命的狀態 我們不幫人家醫病 可是我們自己依這樣生命的概念 去火鍋 過日子 我們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為什麼不能講 你看你們人生一堆預設立場 對啊 那如果你有這麼多的夾長在裡面 對不對 什麼他夾長什麼 有需要這麼多嗎 你的真誠在哪裡 對不對 真誠不是一個答案 你要跟他講 沒有藥也可以解決 不一定是這樣 可是假設你不懂 你就可以直接跟他講 抱歉 我們不懂就可以 我還在學 對不對 可是我知道 我們學的那個領域 你們這些問題 有很多都解決 我知道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解決 這是一個很真誠的對待 而不會堂塞出去 你要了解你自己 他怎麼了解自己 你請問你們七十幾億人口地球 有幾個了解自己的 了解自己的人 會活在水生活熱痛苦當中嗎 煩惱又一千塊當中嗎 你了解自己 你還肯讓自己這樣 那一句 你要了解自己 不是很敷衍嗎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這樣講 這裡面都具足民文力量 五月六十三公司 所有一個動作都是具足這個 對不對 好啊 然後黃森問我啊 這些問題啊 我大可能 你做你自己 哈哈哈 標準答案 對不對 做你自己 在這個社會上不是價值 沒有人會跟你說不對 可是 所有的人都被這一句話的 韓國概念給蒙蔽 什麼意思 哪一個自己啊 你做哪一種自己啊 請問你 做你一個自己 你是哪一個自己 你都搞得清楚 對不對 好接下來 你要靠自己 哈哈 那黃森坐下來 真笑的 靠自己我就來 哈哈哈 對不對 我兩個預約時間來 又靠我自己 大家也在說 懂意思嗎 你們的有修行的人 為什麼 你們的腦筋 跟你們的價值觀 你們的意識形態 還要隨著那些以前的 你繼續走 表示你這個人從來沒改變過 我不跟別人比嘛 不跟人家走 或跟人家走 我說 你為什麼還在跟你以前那個 你自己走 對不對 那如果你認為以前那個 你自己好 你為什麼那時候要花 那麼多時間來修行 你修行不是要改變你自己嗎 那如果你覺得那個 你自己是好 你為什麼要改變 我搞不懂這個邏輯 就是我覺得我那樣不好 這樣不好嘛 我希望好嘛 所以我自己也沒辦法 所以我才來學嘛 學了之後 我知道我原來 我應該這樣 應該那樣 不應該那樣 不應該這樣 對不對 我才會改變以前那個 我不喜歡的自己嘛 對不對 那學了之後 那 這樣應該 應該不是嘴巴講 應該就達到 要做嘛 要執行嘛 所以我去執行 所以就改變了 那如果你是這樣 這麼簡單的 理解 生命 學習的歷程 那你們怎麼會對待人家 是這樣 蹦出去就一句 同意是嗎 你要對自己嚴謹啦 我不叫你尊重自己啊 自己不用尊重 對啊 可是你要尊重他 不能把人家都當做傻子 你要了解自己 我一定把你當白癡才這樣講 因為你辦不到 我講一句你辦不到的 我不是把你看起來 那我不需要尊重我自己啊 我要對我自己很嚴謹 對我自己嚴謹 我就尊重人家 尊重的對象 自己也尊重自己 當然話頭可以這樣講 懂意思嗎 所以你們那種問題沒有定法 尊重規矩 你們可能會尊重規矩 你們也比如我會講 啊是我學修不好 學修不太到位 對不對 又是標準答案 你真的對你自己 闡述你自己學修不到位 這句話有很深刻的體認了 還是這又是一句標準答案 當然你剛剛沒講 我就說你們會這樣子 對不對 還是這是一句標準答案 自卑尊忍標準白 對不對 把自己打到最低 對不對 打人不打笑臉 對不對 那我學修下來了 啊我學修不好這樣 人家沒辦法對你講什麼話 我就溜歸了 對不對 那 如果你會講出這種話 那你有沒有再去 嚴格的對待自己 你這句話講幾年了 你講幾遍了 對不對 你一生都在講這種話 那表示你一生沒有一次願意改 懂嗎 下次再來 我學修不好 所以事情就這樣 再下次 我學修不好 所以事情就這樣 永遠知道辦不到 對不對 辦不到又不會想辦法去改善辦到 知道辦不到 大家不滿意 所以 一句標準答案出來 我學修不好 又回到 知道辦不到 大家 又討論了 我學修不好 知道辦不到 你又再輪回 為什麼要知道辦不到 遇到問題 凸顯出來的 趕快尋求方法 理解怎麼辦到 趕快去辦到 好了 不會有什麼 知道辦不到的事情 就知道辦得到了 然後 同一個課題解決了 你現在要面臨的是第二個課題以後 這個人叫進步 叫成長 叫提升 對不對 我要幫你們修行 現在明時不叫生命成長嗎 你有成長嗎 你生命一直僵置 你有花時間學習還僵置叫做墮落 沒花時間學習的人 沒花時間學習的人保持那樣的窘境叫做僵置 這樣僵置的人 又花了很多時間 投資了 學習半天 最後還是那樣就叫做墮落 所以要嚴格的對待自己 要不然你那些問題都只是一種 差餘飯後 情況加成 如果你把我們大家的對待 當作是這樣的氣息 也無可厚非 懂意思嗎 可是那是你的損失 你們的損失 對啊 所以苦 莫名的苦 這件事情 只有不斷的 依正確的理路 深入 不斷深入 才有辦法依依解套 才有辦法依解套 挖殘基岩 只會不斷挖 挖到上面 紅黃藍的顏色都挖掉了 還繼續挖就沒了 因為沒那個東西 你挖一半又蓋起來 下次還會再有 對不對 挖土地不要挖 然後挖土地司機說 哎呦 紅色藍色的成績怎麼辦 蓋起來 沒有了 它不是方法 對不對 只有不斷挖 懂嗎 對的方法 當然我指的對的話 不只挖土地 對不對 也許你人工也可以 總之 怎麼樣都不離開挖 挖下去 人工也是對的方法 拿鏟子也是對的方法 甚至你都沒有用雙手也是對的方法 快慢 不等而已 挖土地司機來也是對的方法 對不對 他是遠不一樣而已 工法不一樣 可是他都沒離開一直挖 所以只要你在對著著性上一直深入加碼 加碼的意思就是說 挖土地司機也可以兩分鐘挖一條 他也可以一分鐘挖一條 一分鐘相對兩分鐘挖一條叫做加碼 他要把他的極限撐出來 他就很快就沒有了